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9月27号星期一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一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有两个 第1个 停电限电席卷中国21省 经济民生危机爆发 第2 美国再向中国伸出橄榄枝吗 那我们看今天讲讲这个中美关系 中共19届四中全会在2019年10月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 那么出席的中央委员有202人 候补中委是169人 全会由习近平做工作报告 通过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议,这个决议就是 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在这次会议上呢 他表示 中国国家制度 和国家治理体系 有着多方面的显著优势 这个会议提出来 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 什么目标?两个,第1个 到中共建立 成立100周年时 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取得明显成效 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 全面实行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 优越性充分显现 好,今年是中共百年党庆,中共差不多从今年 过完年就开始搞,一直搞到7月份 中共党庆一直在搞 就是 宣传中国的社会主义优越性 宣传中共治理国家的能力 然后7月党庆一结束 中国各地就开始出现限电 限制用电 一个制度性优越 国家治理能力全面现代化的一个国家 电力中断,电力紧张成为 经济 和社会生活中 最紧迫的问题 这个现象说明什么 说明这就是国家治理的一个彻底失败 那有网友说,有网友这么说,他说习主席倒车的速度太快了 两个任期还没完呢,中国各地严重限电 东北随机停电 第三个任期是不是全国 全国挨饿 情况是什么,情况是总体情况 我们总结一下 目前 拉闸停电 限电的省总共是21个省 21个省出现了这个情况 超过中国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二 中国人口的三分之二 那么是中共建政以来 影响面积最大 影响程度最深的 一次大范围的停电 限电现象 那么这次 他不仅仅是停电,是 限产 限电 停电 这是三件事情 首先是限产 限制生产 然后是限电,限制使用停电 那么实在维持不住了,就拉闸停电 他对中国经济打击既广且深 对中国社会民生的冲击也非常的大 那么因为什么呢 为什么 限电停电对这个 经济和社会的这个打击非常大呢 是因为电是现代社会运行的空气 现代社会运行靠的是什么 全部靠的是电 基本上现代文明是建立在电的基础上 如果没有电,有电的时候你是不觉得,因为空气一样 跟空气是一样 有空气的时候你不觉得它存在 但是一旦停止 那这个社会 就会停顿 经济 社会就会窒息 所以这件事情的后果非常严重 严重程度会超过一场战争 如果你把现在的这个中国现在的这个情况 形容成一场危机,一点都不过分 因为它对整个国家 带来的 带来的 社会经济后果 超出大家想象,为什么,因为中国的媒体不报道 不报道这个后果 不过呢,中宣部把这场危机变成了一场五毛的狂欢 既荒唐又可怕 荒唐的是什么 荒唐是这个整个的宣传的过程,它这个包装宣传 完全不符合经济学的常识 可怕的是什么呢,可怕的是 参加这场狂欢的不仅仅是五毛 甚至是很多大V 就是很多大V就很多这个 这个财经的这个专家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种良知明灭 斯文扫地到了什么程度 其中有个财经大V 叫财经洞察 他有一段话这么说,他说中国最近干了一般人不太注意的两件大事 一是以环保的名义宣布停止在境外建设煤电巷 第二条是在国内限制企业用电 第一条实际上可以限制印度越南等 后进国家的工业能力 减少中国潜在的竞争对手 也减少了美国商品供应的替代国 这基本上是胡扯 好像只有中国有钱 一样 这是不可能的 第2条 是限制对美国的出口 疫情造成中国商品需求火爆 一是把宝贵的商品低价去换取滥发的美元是吃亏的 这个在网上很流传这种说法 二是美国饮池卯粮的日子崩溃 不会太久 现在扩大产能只会导致未来产能过剩的危机 这两 这两条都是为美国的衰落 准备后事 结论是什么,结论就是 新冠疫情之下 中美战略相持已经转为 中方战略进攻 这个五毛非常兴奋,中国终于开始 进攻了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财经博主叫叶潭 叶潭很有名 之前就因为 给孟晚舟插鞋被人打得鼻青脸肿,这次又来了 他说什么呢,他说拉闸限电 一 倒逼原材料成本,以免失控 第2 争夺通胀话语权 第3 逼迫国内产业升级 与人民币汇率升级同理 动力煤价格煤价太高了 第1个 这两段话,其他的我就不说了,不引述了,这两段话有几个特点 第1个 把一个被动的结果 说成是一个主动的行为 停电 拉闸停电,拉闸限电 然后限制产能,其实是什么 是个被动的 他是没有办法的 他是做不到 他能力不到 就是我经常讲中共办正事就千疮百孔 这现在已经不是千疮百孔,一塌糊涂 然后他把它说成是一种主动的行为 这是第1个 第2个 他把一个伤害自己的经济 伤害自己的企业的一个灾难 说成是 对美国的一个策略 你说一下 你想一下 用 用这个拉闸限电的方式 来控制出口 你得多蛮横 多无知才能想得出来 编出来的故事,你得无耻到什么样的地步 才能把这个说出口,你特别是像那个夜谭 你说其他人不懂 夜谭你,夜谭他是学经济,学历史 半路出家,半路出家也写了那么多书 他居然说叫倒逼原材料成本,意思就是说 我们把这个钢厂 把它限产 然后铁矿石价格就下来了 下来了 然后我们就倒逼了什么,倒逼原材料成本下降 以免失控 那你为什么,你觉得鞋子的价格太高了怎么办,我把脚剁 你觉得衣服 如果你一不小心帽子的价格太高,你鞋子太高,是不是把头剁了呢 这个逻辑根本讲不通啊 争夺通胀话语权 所以意思就是 这个我限制出口 那就让美国通货膨胀上升 这个世界上已经不只有中国能够生产 这个衣帽鞋 衣帽鞋子了 全世界都有的生产 这个我觉得 这个已经到了一个这个地步啊,是说什么 逼迫国内产业升级 产业升级逼迫得来嘛 产业升级已经逼了几十年 你妈也被逼成啊,对不对 所以 这就是 中国拉闸停电限电范围这次啊,这一轮 这个 范围如此之广,程度如此之深 原因是什么 我不展开讲,因为展开讲呢就太长了 我总结就是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什么 第一个原因就是煤炭价格暴涨 今年三月份开始 煤炭价格就一直在涨 大概现在的煤炭的价格呢,已经到了过去十年的历史最高水平 就是过去十年 最高水平 这是 这是一个原因啊 煤炭价格上涨的后果是什么 电厂不进煤 电厂不进煤的后果是什么 电厂的这个煤炭的库存量很低,等一下我给大家听 大家就知道为什么 电厂现在会限制发电 他价格太高他就不能买煤,为什么,因为两个原因,有些电厂资金不足 我原来预算的钱 是买三个月的煤,现在煤价一涨,现在煤炭的价格 是今年年初的 今年年初的一倍 大概是一个,就是你等于是原来你可以买三个月的煤,你现在只购买 一个半月的煤 大概是一个这个概念 所以煤厂,有些厂子他预算不够的话,他就只能够 减少 净煤,减少库存 他库存是被迫下降 持续下降 等下你可以看到,广东省的情况是最严重 所以他为什么会限电 那我就得把发电量降下来,否则我会到时候会 煤 不够,库存不够 我会断顿 这是 所以 核心的问题是什么 核心的问题是煤价暴涨 所以这件事情不是现在发生过 之前也发生过,今年5月份发生过 去年12月发生过 就是煤价暴涨的时候 中国跟这个澳洲打贸易战 就是不进澳洲煤 当时有将近 我忘记了有多少条船 拉着澳洲煤的船 在这个港口外面徘徊,不让他进去泄煤 结果后果是什么 后果煤价暴涨 煤价暴涨或者导致全国限电 但是那次限电没有这次严重 这次范围非常,21个省 21个省 停电限电 这是第1个原因 因为煤价高 涨得高,然后煤厂亏损 煤厂亏损怎么办 那我就关机 减少发电 所以导致什么 电厂就降低发电量 导致电网无法复合工业和生活用电的需要 这就是第1个原因 这个原因是大量的 大量的 那 大部分出现生活用电限制的原因 跟这个有关系 跟这个有关系 这是第1个,第2个 发改委 发改委8月底 开始严格实施 叫能耗双控政策 然后这个以省为单位 以省为单位进行能耗控制 它就导致什么呢,导致工业用电 去限产 它其实是限产 直接就限制你,不让你生产 它限产到了什么地步呢,就是直接通过这个 供电局直接拉闸 把电给关掉 不让你生产 因为能耗一个省,然后这个省呢 就开始分解,把这个任务分解到各个市 所以就开始 那么连带的 生活用电也被限制 因为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像这个浙江 浙江 吉林 这个案例是发生在吉林,吉林他们的一个通知就讲 他说我这个调度这个电,上面下来的指令 我这个电要我减电 减多少呢,这个电一看 限制电的量 超过了什么 超过了工业用电 当它超过工业用电意味着什么 他直接就把所有的工业用电全部停掉 就是所有的工厂全部停工 这是第1个 第2个 还要把生活用电停掉 工业用电不够 把这个限 限电限到这个地步 你就在什么情况下会发生这种事情 你在什么情况下 你只有发生战争的时候 飞机一颗炸弹下来把这个电厂给炸 全 全区域都停电 对吧 这是在一个和平的时期 在一个经济 在现在一个用电忘记的时候 政府直接把电给拉掉 不是没有电 不是没有煤 也不是没有需求 是政府下令把它拉电 你见过现代社会 哪个国家 做过这样的事情 但是在中国就发生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中国现在这么大面积的停电限电限产 和两件事情有关 一个就是煤炭价格 煤炭价格为什么会这样 3月份开始涨 一直涨到现在 为什么 安全生产 出现了什么出现矿难其实中国矿难呢 不断的发生 只不过之前不报道而已 他出现矿难然后就干嘛 因为煤炭价格上升 就出现矿难 为什么因为中国的煤矿 煤矿非常的落后 当煤价上升的时候煤矿就使劲地生产 煤矿使劲生产的时候一定会出人命 一定出一出人命怎么办 这个安监局就开始查 他不是一个查谁出矿难就查谁 他是 谁出了矿难 全部都停 全部停产生产 检查 这一全部停产 结果是什么 结果就是煤炭工艺 煤炭生产 就停顿 煤炭生产停顿 煤价上升 就是这样的情况 中国现在的情况是什么 中国情况你觉得 中国政府现在有点像是 没有一个人在总负责 就是各个部门各勤其事 安监 我只管安监的事情 这个发改委 我只管 能耗双控 我不管你生产的问题 那个工业呢 管工业 但是你工业你去找他说我要找他不理 因为大家贫瘠 谁不管谁 你上面看过去李克强 李克强这个总理呢 他完全指挥不了 指挥不了发改委 指挥不了这个刘鹤 因为他们都听 他都是习近平的人 所以他就不管 不管的后果是什么 就没有人统筹 没有人统筹的结果就是出现这个局面 你感觉中国像一个 我之前讲过 像一个无人驾驶的汽车 就是现在 一头撞的这个 山上 然后就出现了一个 当这两个因素 煤炭价格的因素 和发改委的这个 能耗双控 两件事情 碰在一起的时候 就形成了 一个现代国家 最壮观的一个大停电的现象 那之前我们说美国曾经发生过 发生过一次停电 就是为什么 因为被黑客 黑掉了他的系统 他运输就出现问题 或者是 下了一场大雪 导致的这个 电力供应的问题 但是没有中国这个规模这么大 没有这么大 而且 他是什么 他是天灾 中国是什么 中国纯粹是人祸 或者是 纯粹是蠢货 那么9月23号晚上 东三省在用电高峰期 拉闸停电 而且 未来一段时间 东北三省 用电紧仓的局面将继续延续 东北是什么 东北是现代中国 中国近代以来 最早实现工业化的国家 地区 中国的东北 工业最发达 是中国的 东北是中国的工业重镇 那么 中共建政到现在 别说中共建政到现在 就是 从满庆 就是从那个 从日炬时代 东北都是中国工业最发达的 闯关东 为什么闯关东啊 闯关东的原因是关东需要工人 所以山东那些穷 饿得吃不下 饿得吃不饱肚子的人 就去闯关东 所以山东人很多 去东北 就是讨生活 讨生活的原因是那边工业化 所以 东北一直是工业最发达的地区 现在东北居然现在在拉闸停电 说明什么 说明共产党无能 9月23号 下午16点到17点左右 就是上下班的高峰期 沈阳 沈阳 沈阳原来是东北最发达的城市 新北区 浑南区等 很多个地方 突然停电 就是拉闸停电 陆续持续到晚上8点到23点 那么当时正是上下班的高峰期 那么沈阳的大停电 他的那个场景就像一场现代文明的覆灭 为什么讲是现代文明的覆灭 啪啪啪灯都灭掉 然后红绿灯也关了 红绿灯你没电了 红绿灯也灭掉 红绿灯一灭掉意味着什么 交通大瘫痪 又没人指挥交通啊 手机没有信号 你想想看 现代人手机没信号 手机你有电都没用 为什么 基站没有电 基站没有电就没有信号 手机打不出去 电梯停运 照明关闭 有孕妇爬了24层楼 回到家中 孕妇 有人因为什么呢 因为排气扇停止工作 晚上睡觉 排气扇不工作 取暖 现在东北已经开始 开始取暖了 要取暖了 导致一家三口一氧化碳中毒 差一点就死去 因为监控 监控摄像头停止工作 大庆发生什么 银行 黄金被盗 摄像头原来是罩着的 停电 摄像头没得罩了 然后就有人去偷黄金 把黄金被盗3000万 价值3000万的黄金 所以你可以看到 当电力供应中断的时候 所有的现代生活方式都会失去 这就像什么 我刚才讲 就像现代文明的负面 然后 9月23号下午 15点38分左右 辽阳县电力局为了 限电把这个叫 彭徽住业公司 的电 给停掉 关掉 关掉他的电 这家公司是个什么 它是个炼钢厂 钢厂 两台高炉 电骨直接停机 然后那个烧结机停火 然后出现什么呢 高炉煤气 因为煤气 炼钢嘛 上煤气 煤气就泄漏 没有泄漏的 高炉区域 烧结区域 有23个人煤气中毒 然后呢 烧结你直接停火 他就 他就结在那炉子里 结在那里面 就是这样的后果 然后就是沈阳供电公司23号 他通知解释 说近期 这个受煤炭价格居高不下的影响 受联络线路 禁售能力下降 什么叫禁售能力下降 就是电厂不发电 我这就没有电 然后煤炭价格居高不下 发电厂 这个出力下降等 辽宁电网 供需形势趋紧 短时间内 存在电力供应缺口 辽宁执行有序用电 出现 将对这个辽宁地区14个市 实施事故拉闸限电 在这个拉闸限电 是 就是涉及到14个市 这是第1个 第2个 当天9月23号 辽宁电网下午 16点37分 吉林市9个市区 9个区 限电 就是拉关电 长春地区也部分停电 然后就是 最突出的是什么 最突出的是 吉林市 新北水务公司 就是自来水公司 9月26号给用户发通告 这个通告是有气的 他这么说 他说按照国家电网的要求 将执行东北电管局和吉林省能源局有关有序用电的精神 中国 中国呢把 把限电把停电叫有序用电 就像把失业叫待业一样 然后他就不定期 不定时 无计划 无通知停电限电 就是非常 就是基本上是神经病停电 神经病的方式停电 这种情况将持续到2022年的3月 就明年3月份 所以呢 停电停水 变为常态 因此会导致 久站磅站 断电而无法正常供水 近期会经常出现 因停电导致的停水现象 望用水单位和居民及时做好出水准备 随手关闭水龙头 不便之处 敬请原谅 敬请谅解 这叫什么 这叫 不定期 不定时 无计划 无通知 这不是神经病吗 公共服务可以这样 可以这么干 所以 所以呢 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明年的3月份 停水停电处于常态 这还有现代文明吗 你说说 然后东北电网 调度控制中心 9月23号签发了一个 东北电网事故拉闸限电通知单 他这么说 他说东北电网全网 频率调整手段已经用尽 就是我的拉上补下 所有的手段已经用尽了 系统频率低于正常范围最低值 49.8赫兹 为了保证电网安全运行 采取事故拉闸限电 然后呢 辽宁 吉林 特隆江 预计 当天就是23号那一天 16点30分 就是下午4点半到9点半 拉闸限电的多少呢 100万千瓦 就是东北三省 总共限制了100万千瓦 也就是他有100万千瓦的这个缺口 那么 因为电厂燃料成本高 电厂自己说 所以要继续发电就得赔钱 所以不少电厂 火电厂 因为缺煤而停机 9月24号 中国沿海电煤采购价格指数 CECI 9月16号 到9月23号 一个星期 价格是多少 1086 就是5500大卡 就是动力煤 动力煤的价格是 1086 一吨 同比上涨一倍 就比去年同期上涨一倍 比年初涨了56% 那么目前动力煤的价格指数和国外动力煤价格都处于历史新高 那么煤价高企 那么目前辽宁吉林 重点电厂 库存 只有12天左右 煤的库存只有12天左右 如果12天之内 煤没有到货 新的煤 动力煤没有到货 电厂就要停工 就大幅低于去年同期水平 那么未来一段时间东三省用电 紧张局面持续 然后这个黑龙江 黑龙江我们也讲了 吉林讲了 辽宁讲了 沈阳讲了 黑龙江击西 说这个9月24号 下午得到通知 然后9月24号下午 4点半开始停电 预计晚上12点 恢复用电 黑龙江现在是钢厂 钢厂有两家钢厂 收到通知 其中一家当天起 24号当天罗文钢减产50% 复产时间以后再说 另外一家 高炉 一座高炉停产 停产检修26天 意思就是你停下来 检修吧 这是东三省 东三省作为中国工业化最早的区域 现在是这个鬼羊子 然后是湖南 湖南广东 湖南广东 其中湖南电力缺口 30% 电力缺口30% 他就必须限电 但是湖南的媒体非常的乖 不告诉大家他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我们知道的情况是什么 湖南省电力公司9月22号发布预警通知 当前供电能力已经下降到2600万千瓦 用电负荷维持在2900万 到3200万千瓦 也就是说存在300到600万千瓦的供电缺口 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 电网会 一周内将下降 供电能力会下降到2000万千瓦 现在2600万千瓦 再会减少600万 供电缺口达到1000万千瓦以上 然后呢 当地这个火电 火电厂的这个 这个库存 煤的库存 大幅减少 减少多少呢 9月22号 湖南省全省的电煤库存 157万吨 只可以用9天 只能用9天 其中优限 连缘大唐 大唐石库电厂 三家电厂 库存少于5天 很危险这是 长沙 华能 岳阳 一个是长沙 一个是岳阳 两个电厂 库存低于7天 然后呢 湖南省全省 每天进煤多少 3万到4万吨 每天进 用什么 用 沿海呢 就用船 用船拉 就用海运 用海运方式比较便宜 那么中间的这些内陆的省都是汽车 汽车 汽车火车 每天湖南进的煤是3到4万吨 耗是多少 消耗是11万吨 也就是说 现在湖南 每天 库存是在减少 它不是增加的 它只有9天的用量 所以每天这个库存减少8到11万吨 那你想一下 这些电厂就面临着停机的风险 所以优限连缘 全厂缺煤 停电风险最高 目前 湖南火电装机 这个电源的总装机容量占到45% 这是一个 湖南 湖南除了火电有问题以外 水电有问题 为什么 冬天来了 冬天来了 那个水位急剧下降 像这个几个电厂 几个水电站 都处于一个死水位 叫死水位 死水位就是 出不去 你水根本就 不能够往下流 无法发电 所以呢 当地的这个两个主要的水电站 电力能力下降到840万千瓦 约占湖南总电力的装机容量的一半 所以现在湖南在 湖南在限电 湖南也在拉电 只不过他没有说情况 怎么个拉法 情况比较清楚的是广东省 广东省因为外向性 出口比较多 9月22号起 广州 佛山 洁阳 东莞 汕头 惠州 错峰用电 那么其中最突出的是汕头 汕头的电力缺口是92万千瓦 那么当地的计划工业用地叫什么 工业用电叫什么 开零停期 什么叫开零停期 直接停产 一直到月底 不要开 全部都不要开 深圳 9月23号供电缺口 280万千瓦 企业通知是什么 135 246 错峰用电 你要么开135 你要么开26 就等于停一半 然后呢 就是广东省的这个缺煤 缺煤缺电 什么 树三角有个电厂 介绍他们的情况 说煤价一直在高位 所以电厂这个纯煤偏少 同时呢 广东省还受台风的影响 所以纯煤告急 他现在呢 厂标煤价 每吨是1400元 折合成本的话 大概是 至少每度电 大概是4毛4分8 0.448 加上财务成本 已经是亏了 为什么 因为标杆价是多少 标杆价就是他卖给 电网的价格 是4毛6分3 那他的发电成本是4毛4分6 如果加上财务成本跟运营成本的话 他就是赔的 所以他为什么会 电厂 会限制发电 因为他在赔钱 所以广东省发了一个什么 至全省电力用户有序用电 节约用电倡议书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 节能办公 空调26度 不能低于26度 办公场所三层以下停止用电梯 电梯 然后居民也是这样 鼓励居民用电 那么现在呢 现在这一波 这个停电 限电危机 波及 广东 江苏 浙江21个省 等于是超过一半的国 中国超过一半的这个省 都在停电限电 那么 广东省现在的普遍的工厂的执行的是什么 我刚才汕头是全停了 基本上是开二停五 基本上各地都是开二 广东省开二停五 每周有4天 4天这个错峰 轮休 现在就是发改委 发改委8月22号发布了2021年 上半年各个地区 能耗双控 完成情况的晴雨表 那么其中有9个 是上升的 没有下降 反而上升 然后另外还有10个 是没有达标 也就是19个省 19个省没有 完成任务 那发改委就要求加码 双控加码 双控加码是什么概念 就是 发改委是以省为单位 控制能耗 双控 什么叫双控呢 就是控制能源消耗的总量 这是第1个控 第2个是控制 能源消耗的强度 所谓的强度就是 你必须是下降 必须是减少 总量要控制 同时你的增长速度要下降 就这两个 结果19个省 不达标 那就干什么 就要加码 你要是不加码 后果是什么 你所有的建设项目 我不批你 因为中国是 建设项目是谁批 发改委批 发改委不批建设项目 这个省就别做项目了 基本上所有的建设项目都要发改委批 所以呢 为什么这么多个省开始限产 限产的原因是因为 限制这些高能耗的产业 工作 生产 原因是 发改委的能耗双控 能耗双控怎么办 就限制高能耗的产业 钢厂 有色金属 等等这些产业全部都限 所以拉闸限电是从这里来 那么如果高能耗限完了 还不够 指标还没有达标 怎么办 那就开始拉其他工业的电 就让他们 拉电的目的是什么 拉电的目的是减少能耗 其他的工业用电也用 拉掉也不够 那就开始控制民用电 就是这个原因 他是以省为单位 所以我们一个个讲 这个一讲就讲完了 第2个没法讲 我们讲几个 江苏 江苏是个能耗大省 9月15号每个月 要减少多少 100亿度电 9月15号开始 每个月要减少100 100亿度电 那么戴南地区9月16号开始停电 工业停电 所有工业电 全部关掉 一直停到什么时候 停到10月8号 所以 9月16号 晚上12点 所有的工业用电全部停掉 南通地区接到通知 限电15%左右 这是江苏 这个广东不说了 开二停五 青海 青海是电解铝 电解铝要限电 宁夏 高能耗企业 限产一个月 限产一个月 其中主要是在吴中 吴中主要是有旅厂 旅厂 云南 云南已经 云南在9月份之前 已经做了两轮限电 到了9月份 继续加码 之前是限制什么 电解铝 电解铝 还有一个是铜 那现在是限什么 锡 和新 要求降低25%的用电 然后还有就是工业硅 广西 广西其实就没什么工业 他也要限电 叫什么呢 叫错峰生产 轮休 然后就用周末 夜间安排生产 湖南 湖南 我们刚才讲过 湖南这个煤 非常的危急 全省只有8天的煤的用电 然后每天还在 大幅下降的用煤 所以湖南在大力限电 四川 四川 没有说怎么限 但是说要避开高峰期 四川应该 应该这个水利发电比较多 河南 河南加工业限电 三周以上 郑州 洛阳 旅加工业企业 得到通知 限电50% 大型工厂 限电50% 10千伏以下的工业企业 全部停产 三周以上 你说中国经济没法看了 怎么干 没法干 重庆 安排 调休 那个什么呢 就是7到9月份 7到9月份安排工厂集中检修 限电量为一季度的20% 浙江 浙江也是个重灾区 浙江 江苏 广东都是重灾区 然后就是安排一批高能耗 高污染 高污染就是我们之前讲的 就是 那个地方叫什么 绍兴 绍兴的应染 应染行业基本上现在处于一个崩溃状态 那限电20% 7到9月份集中检修 限电量为一季度的20% 内蒙 内蒙是个煤炭大省 涨价 电价涨10% 然后呢 蒙西地区每天晚上7点到10点限电 基本上这样 内蒙都限电 安徽 有序用电方案 山东 山东主要是电解铜 电解铜是山东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 具体情况没有 贵州 贵州影响也应该不会太大 也是贵州其实是水电比较多 江西 江西是 控制用电 然后加价 7月到12月 电力分段交易 就是 开始先电 陕西 陕西是电解铝 电解铝9月份压产50% 就是只给你50%的电 新疆 包括新疆 新疆是 认定 先认定1到7月份的总产量 然后呢 8月份开始 全区5家 电解铝的企业 产量每个月不得超过1到7月份的产量 你想想 这是什么鬼 我们总结一下 总结一下 第一 这是一场经济和社会的危机 这是一场涉及到广泛 涉及非常广泛的那种 社会经济灾难 这是对中国经济的一场重击 对现在这个经济 中国经济现在处于一个危局 很危险 非常的依靠出口 中国经济内需消费 非常不足 然后固定投资也 你想想 这个情况哪有固定投资 根本不可能 固定投资 然后房地产现在岌岌可危 所以中国经济现在非常的 处于一个危急的状态 危局 在这种情况下 你来个限电停电 那他对经济的后果 他的严重性可讲而知 这是第1条 所以我们讲 这是一场 经济和社会的危机 这是第1个 第2个 这场危机呢 或者是这场灾难 他不是天灾 我们之前讲美国 这个运游系统被黑了 导致这个发电厂没有油用 他导致这个限电 导致停电 或者是因为 水灾 雪灾 发生了下大雪 德州下大雪 导致这个供电 出现问题 他都属于天灾 中国这不是天灾 这是人祸 中共治国无方 治国无能的突出表现 集中的反映了什么 集中的反映了这个独裁政权的 基本特征 就是干正事 千疮百孔 干坏事 滴水不漏 第3个 这个我也特别讲 中共继续用这个 用限电为题材 给中国人洗脑 这不仅仅是侮辱人类文明 而且是侮辱中国人的智商 而且如果中国人仍然以此为乐的话 我不知道他们的这个 他们的未来在哪里 这是一个 我们已经超时超了很多 继续讲完 网友说不怕超时 我们继续讲 美国在向 中国伸出橄榄枝吗 这个题目呢 为什么要这么讲 上个星期发生一件最大的事情 是什么 就是孟晚舟 美国解除了对孟晚舟的这个 这个 叫那个 诉讼 那么 引渡的诉讼 结束了 然后孟晚舟就回国了 这又变成了一场 又变成了一场表演 中共又利用这个来 洗脑宣传 场景是什么呢 场景就是用砖机 这个 把这个孟晚舟 送回深圳 红地毯铺地 然后就是这个 身穿红色 红色这个联谊群的孟晚舟 像这个领导人一样走出这个舱门 向大家挥手 然后这个安排这个副省长 副省长 接机 副省长张鑫 深圳市长秦伟中 还有他的老公 老公提前飞到深圳 所以新华社的稿子写得很逗 说他 回到祖国和亲人团聚 他的亲人在加拿大 为了解决这句话的问题 让孟晚舟的老公 提前飞回深圳来接机 他们家在加拿大 他在深圳和亲人团聚 他还有四个孩子在加拿大 搞笑 然后呢在停机坪拉上横幅 欢迎这个 然后这个一片欢腾 这里面最突出的是什么 最突出的孟晚舟 孟晚舟的那个讲话 哽咽 我终于回家了 她豪宅在加拿大 她说她回家了 她重点讲了一句话 她讲什么 她这句话 所以你可以看 那稿子不是 不是孟晚舟写的 肯定是 肯定是中宣部安排人写的 他说习近平主席 习主席 关心我们每一个公民的安危 同样把我的事情挂在心上 你这话说的 这个第一 好处落在谁身上 好处落在党身上 具体的落在哪里 落在了习近平身上 顺便把自己的身家再抬起来 这话说得多好 然后最后 祖国是我们坚强的后盾 只有祖国的繁荣昌盛 企业才能稳定发展 发什么展都限电了 人民才能安康幸福 所以你可以看 孟晚舟的这场演出非常的成功 相当成功 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 然后呢这个播放量超过4.3亿 所以呢当时这个网友啊 中国赢啊 中国伟大 孟晚舟的这个表演非常成功 成功之处在哪里 成功之处在于 孟晚舟非常清楚 他这次回国就是 就是逃离加拿大 连衣服都不换 直接从那个法庭出来就 直奔机场 拉着拉杆就上飞机 他知道 他这次回去 他必须做好一件事情 就是这场表演 这场表演 是他回去的 唯一的价值 这场表演完了 他就没有用 他基本上就废了 他就废了 不过 中国媒体没有告诉中国人几个基本事实 我还重复一下 第1个事实就是孟晚舟的专机走的是北极线 不是走的这个沿着阿拉斯加 这个太平洋 正常的商业线 正常走北极线 就是绕过美国 那天有网友在聊天室说 不会啊 我们没有这个 你看一下那条线路就知道 他就是绕过美国 多了2000公里 距离多了2000公里 这是第1个 第1个 第2个 孟晚舟和美国司法部达成了一个 延后起诉协议 协议的核心是什么 协议的核心就是孟晚舟签署了一个四页纸的 事实陈述 承认 美国 美国政府 这个起诉华为的基本事实全部都承认 就是等于是 孟晚舟 就是美国起诉华为公司的污点证人 下次他不用出庭 为什么 因为他 他写了这个 事实陈述 这个事实陈述 将成为美国政府 告 华为的一个基本的事实材料 这件事情 基本上华为跑掉 这是第2个事实 没有讲 第3个呢 就是 中国释放了 两个加拿大公民 而且是同步释放 在这件事情上给说一下 这件事情美国很坏 坏在哪 当然 谈判 这件谈判 放孟晚舟 不是孟晚舟的法律 这个律师团队和美国政府 是中国政府跟美国政府 所以呢 美国政府要求什么 要求孟晚舟上飞机的时候 加拿大两个加拿大人也得同步上飞机 两个同时走 那之前我有个朋友跟我发短信说 这个美国政府太坏了 为什么不让 不争取一下 中国为什么不争取一下 拖他俩星期再放 你看 在这件事情上就非常的坏 美国政府就真坏 他让他同步 要求同步 不同步我就不同意这个交易 最后没办法 中国政府没有办法 只好同步 同步的后果是什么 同步的后果就是 全世界都 都知道 加拿大那两个公民 被中国判刑 他们其实不是因为他们违法 是因为他们是一个政治上的人质 中国采取的一个人质外交 这是严重 非常后果 非常严重的后果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 我们回头会专题讲这些事情 所以同步中国释放了 两名 加拿大公民 所以这件事情 很严重 这是中国的媒体没有告诉大家 大家有空把我们的音频 放到国内去 让大家都知道知道 实际上在这件事情当中 最大的输家是谁 华为 华为跑不掉了 最大的赢家是谁 最大赢家是美国政府 因为他拿到了 捏死华为的证据 加拿大也是 加拿大有好处 为什么 因为 他无辜受灾的两个公民回来 就是这个 那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题目讲的是什么呢 讲的是南华早报 南华早报昨天24号 南华早报是昨天 昨天出了一个独家报道 就是谁呢 就是孟晚舟回国的当天 南华早报出了一个独家报道 说什么呢 说了一件很邪乎的事情 说这个叫什么 叫这个基辛格第2 发生了基辛格第2的事情 这个很耸动的标题 我打开一看 讲的是什么呢 讲的是 巴里克黄金公司的CEO 叫 约翰桑顿 约翰桑顿8月份去他们中国 见了谁呢 见了副总理韩正 这件事情本来就没啥 因为为什么 桑顿就是跟中共非常亲密的一个人 华尔街有几个很有名的 跟中共关系非常好的 一个是桑顿 一个是保尔森 保尔森 他们俩都是高盛出去的 都是高盛的总裁 CEO出去的 跟中国关系都很好 而且这两个人跟那个王岐山 特别是保尔森 保尔森跟王岐山 关系非常好 还有就是 还有一个就是谁 还有一个就是桥水 桥水的CEO 桥水CEO跟中国关系也非常好 所以呢 他去访问中国 访问中国没什么 但是他 他怎么会变成一个什么 南华早报怎么会把它说成是这个 基辛格 这是基辛格第2 南华早报这个报纸呢 当年是被郭鹤年收购 后来就 郭鹤年把他卖给了谁呢 卖给了马云 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虽然马云是拥有他 但实际上管他的是谁 中宣部 所以南华早报已经变成了 中宣部对西方媒体喊话的一个渠道 所以 南华早报经常出猛料 这个猛料当然是中国政府给他 然后让他向西方 喊话 那么 可是桑顿访华怎么能跟基辛格相比 基辛格你想一下 他是国务卿啊 桑顿只是个商人 虽然他跟中共关系很好 可是他并不是 他并不是 是 政府官员 而且他跟拜登之间没有个人交接 但是呢 他把他 这个故事很搞笑 南华早报说 然后他做大标题 说是基辛格第二 但是说他是基辛格性质相似的是谁呢 是中共的官 中国政府的官员 形容他是像 像基辛格一样 为什么 你看他形成 当然他把他形容成 形容成基辛格 暗示什么呢 他其实是在暗示 暗示桑顿 去北京 去中国访问 是得到了白宫的 这个授权 至少是 这个首肯的 中间有交易 中间有交易 所以他有 他做了一系列的铺垫 把桑顿包装成什么呢 包装成类似 拜登政府的一个民间的 他在文章里面讲 他是民间沟通渠道 民间沟通渠道你肯定是因为你跟拜登关系很好 或者你跟美国政府关系很 很铁 他才会安排你 通常呢美国会安排什么 安排 前总统 或者前国务卿 或者是前 就是或者是 或者是某个议员 去做这种工作 通常不会 除非 你是谁 你是总统的亲信 跟他走得很近 而且全世界都知道 你跟他总统走得很近 你会安排他去做一件事情 桑顿不是这样的人 但是他把他包装成习星格第二 实际上就是暗示 他去中国访问 是有特殊使命的 只不过这个话没有说出口 然后呢 桑顿是怎么 在北京 这个南华早报这么说 这全是南华早报说的 他说桑顿去中国去了一个半月 六周时间 其中在上海待了三周 但是他没说去上海干嘛 然后接着呢去了新疆 去了一个星期 然后8月底呢 是在北京见了韩正 大概他行程就这样 去了一个半月 然后他这个报道 重点讲的是韩正见这个桑顿 韩正就讲了几句话 几件事 第一个 讲中国不寻求挑战美国 中美之间应该恢复合作 然后又说这个拜登政府对中国采取双重标准 一方面这个继承川普政府的这个竞争 的政策 一方面又寻求这个在 气候领域的 合作 他说这是不行的 这个要合作就全合作 第三呢 肯定 肯定桑顿的新疆之行 然后呢 这个应该向美国的立法者介绍他在新疆的观察 然后其实呢 桑顿去 中国之前 是跟美国政府报备的 是要报备的 这是官吏 美国国务院的官员 跟他见面 见了面 然后美国官员呢 两次提醒他 说建议你别去新疆 为什么 你去新疆呢 别人会以为我们在肯定新疆 你别去 说两次 但是桑顿没有听 他还是去了 结果呢 然后呢 这个 韩正就肯定 说你要去美国 向美国的这个 这个国会介绍你在新疆的见闻啊 你可见两点 第一 他去新疆肯定是让他看 中国政府想让他看的事情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你可见美国政府是不想让他去新疆 结果桑顿还是去了 他听谁的 他没听美国政府的 他听的是谁的 中国政府 他很想 中国政府想让他去 然后中国政府还想让他去做 美国议会的工作 可见 桑顿在中国之行 肯定不是美国政府让他去 也不是拜登总统让他去的 是中国政府让他去的 对吗 你看这件事你可以干的 然后这个韩正还说 中国将宣布停止补贴海外煤厂的计划 逐步关闭国内的煤厂 后面这句话我觉得很 很不着调 中国的煤炭 煤厂 中国的电力供应 65% 来自 火电站 中国的火电站 全部都是用煤 你要是关闭的话意味着什么 中国会会到原始社会 然后桑顿就说 理解中国不向美国提出的这个碳排放期限 低头的这个行为 你看这是什么鬼话 第二建议这个中国将英文表述 从2030年到改为2030年之前 就是 碳排放 碳中和 碳 碳达峰的这个时间 这样呢肯定可以安抚美国 然而又不用承诺一个特定的日期 帮中国出主意 然后他说 他说克里呀 他跟韩正说 他说 克里不仅仅是美国气候政策的负责人 他甚至是美中关系的总负责人 这就属于八卦了 克里 怎么可能是美国 美国对华政策的总负责人 克里当过国务卿 如果克里这么重要 拜登总统为什么不让他直接当国务卿 你想一下 拜登政府当中负责对华政策的就是两个人 一个是国家安全顾问 一个是国务卿 拜登总统 总统最重要的两个助手就这两个助手 如果克里那么重要的话 直接让他做国务卿好了 对吗 为什么要偷偷摸摸的让他来总负责 那布林肯干什么去了 对不对 那这个苏利文干什么去了 他讲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 他讲这个义乎书话 好像他跟拜登总统 很密切 你看我知道这个事 第3个 他向那个 像那个 韩正 告诉韩正 美国政府 希望 从中国这里得到什么 当然关于气候政策 等等 就好像又是他 他很 他跟拜登总统很熟 知道美国政府想要什么 提前告诉你 然后就 这里面有两点,第一点 我们从桑顿的这个言行当中,你看不出来 拜登政府对他有什么授权 这是第1个,第2个 说韩正提前 把中国政府 的气候政策,因为后来这个习近平是在那个 是在联合国大会员说承诺中国不会再资助 海外电厂 海外这个 这个煤炭发电厂的这个融资安排 但是你这个报道死不对症,你这很狡猾 你说他提前告诉他,你怎么知道 习近平是后来讲的,但你这死不对症 这里面你可以看到两点,第1点 的确这里面有 就是说 你可以通过 桑顿 绑华这个新闻 你可以看这个时间安排非常的微妙 一方面是什么呢 一方面是这个孟晚舟 回到深圳 回国 然后 孟晚舟回国其实共和党一直在批评 批评这个拜登政府,说你放虎归山 你向中国示好 你表现软弱 这是共和党的,这是政治的需要 但是呢 你看 桑顿 访 访华之行,桑顿的中国之行 在这个时候出来,找不出来,他比克里去的还早 8月 9月初就回来了 他不告诉 他留着这个手说,留着这个手说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好像美国在求中国 我们得搞好关系,因为桑顿派 私人的关系去了 然后中国再把它形容成什么 基辛格是一二,基辛格是干什么的 基辛格是去破冰的 是伸橄榄枝的那个 或者说基辛格就是这个尼克森 尼克森政府的那个橄榄枝 桑顿也是拜登政府的橄榄枝,他大概是想 大概是想 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这个结论正好 给共和党递个刀子 这就是使坏 所以你可以看 你从整篇的新闻来看 中国政府 反映中国政府的一个取向 什么取向 中国政府非常焦虑 对中美关系非常焦虑 其实 拜登政府 没把中国 中美关系 对于拜登政府现在来看 你可以看,拜登政府有没有采取 什么措施,没采取 中国都是自己乱掉 拜登政府我一直讲 从拜登总统上任到现在,拜登政府 政府一直做的一件事情 就四个字 拉帮结派 刚刚拉帮结派一件事情 四国 四国集团峰会 刚刚结束 就当天,其实就是当天 就是孟晚舟 回中国的当天 四国集团峰会,这是一件事 第二件事 这个伊丽莎白航母 英国的 英国对中国一直是 非常的 温和 非常狡猾 然后呢 英国美国澳大利亚 签了一个安全的协议 安全协议之后 伊丽莎白 这个航母舰队 就到了哪里,到了台湾的东部 到了台湾的东部,开了一年时间 终于开到了 台湾的东部,然后他安排一手 导弹护卫舰 叫Richmond 从这个 台湾海峡 直穿台湾海峡 往南走 这就是新签的这个协议的力量 所以我们讲 拜登总统 在中美关系上 拉帮结派 你看到效果了 为什么 英国人开始动手 英国人是最精的了 他动手 他开始派军舰 穿越台湾海峡 说明什么 说明他们已经把事情都谈好了 这事儿定好了 英国也开始 出手了 大概就是这样的事 所以中美关系是什么 中美关系是美国向中国 伸橄榄枝吗 搞笑吧 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两个主题很长,所以我们今天迟到,因为准备了很长时间 那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我们互动时间呢,我们稍微的控制一下 因为已经一个小时零九分了 鸣谢 谢谢 谢谢 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的Patreon 参加我们的Patreon会员服务,那么Patreon有两个好处,一个就是 一个就是 不用广告,不用看广告,有些网友很烦广告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Patreon有音频服务 这个音频服务可以帮助国内的网友不用翻墙 不过注册的时候要翻墙 注册完了以后就不用翻墙 所以 海外的一些网友可以注册一个Patreon的会员 给国内的亲友 他们可以直接听 就不用翻墙 情况 国内谋铝业制造业 目前 期限三,由于设备要半天加热,真正生产时间只有两天半 所有行政人员都开始下车间赶工 同时去年一个货柜成本2500美金 今年要3万,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接新订单 加上关税已经无法盈利 情况 同事家在沈阳,家里需要电 才能把水弄上来 他父母说因为没有电,所以没有水 现在东北很多老人已经开始用电热毯 说很冷 停电时间从14号到25号 他们将是停水停电的状态 所以同事就回家了,准备帮家里人扛水 我就说,现代生活当你没有电的时候 你其实就离开了人类文明 观点,停电是一个方面 东北的人们应该注意饮水,因为没有电,不知道自来水的情况 对于人们 日常用水的水质非常担心 有条件和能力,应该自己多过滤此一方 过滤用什么过滤 过滤你还是要用电 所以这个问题很严重 买纯净水喝吧 情况,身边办工厂的朋友一个个都怨声载道 但又很无奈,之前接了订单 现在成了鸡肋 开工没电 到期没交货 意味着违约 情况,坐标山东围方 发电机厂 发电机工厂 这几天收到来自江苏 广东,湖南多地订单 现在下订单要三天后才能交货 浙江宁波发电厂 收到的订单激增 观点,通胀的最高形态是缺货 从这个角度看电力机商品 现在根本就是处于缺货状态 采用限电的方式来掩盖通胀的实质 在宣传口径下一律丧失喜办 情况,台媒已经开始报道昆山 苏州台商限产的情况 这波真的让最后观望的台商走人 情况 我是墙内的 吉林沿边 朝鲜自治州沿级市这里限电 可是我们 我们市的量化工程灯都开着很矛盾的 这就是其实 不是没有电 是不让用电 情况,十多年前我在惠州上班,老板是台湾人 注册地是香港 集团有五个 五个工厂员工过万 全在惠州 是行业全球出口 销售冠军,我厂 我呆的厂有3000多人 十多年前每个月总有那么二三天 错峰限电 有时赶订单值得自备发电机 一天下来柴油费用 5到10万人民币 现在这样厂子不离开中国就不行了 这是一个 对外商来说可能会是一个刺激 就是 我经常讲,中国改革开放 做对的很多事情 其中有一样东西是做对的 就是基础建设 基础建设 当你的基础设施完备的时候 那厂商才会来 那你电又不行,水又不行 然后你运东西运不出去 又没有铁路,又没有港口,又没有这个码头 那怎么弄 所以基础设施很重要,基础设施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所有的东西全部配套 那如果你停电 那有些厂子可能还在观望吧,那就 就离开了 提问,最近中国限电政策愈演愈烈 影响了许多在中国的台商 加上近日也看到台湾与印度在加速磋商 设晶片厂 这是否会加速台厂 台厂电子业撤离中国,是否会一定程度影响华尔街的动向 我不知道怎么影响,这两个怎么搭过去 搭过去,搭不过去吧,怎么搭过去 台厂 撤离中国这件事情,其实 能撤的差不多都撤了 那比如说像富士康,富士康现在还有 但是富士康现在主要还是做大陆的订单 富士康主要的海外订单都 都转走了 要么去越南,要么去印度 他都转走 为什么 苹果要求 提问,之前这种停电是偷偷摸摸做的 但是现在可以这样民政元胜的说出来 前几天才有了举国欢腾 迎孟晚舟回国 是可以预见国人的怨言和质疑 前几期节目也讲到CCP是先发消息 如果民情发怒,就让胡锡进之流叼盘出来兜底 但这次为什么不计后果,大张旗鼓 兜不住 你要知道停电的后果 是全社会心 偷偷摸摸是不行 因为他现在不仅仅是工业用电 他现在民业用电也拉 民业用电一拉,你想想看,电梯停电 意味着什么 爬楼梯呀 孕妇爬楼梯,爬24楼,你疯了 所以这种情况,你哪盖不住了 此次大规模限电,居然被五毛改写成为 争夺定价权,这个我已经骂过了 就不用再骂了 情况,这次限电在国内网络平台引发的不满声 可能是近几年来最大的一次 可见只有铁拳打在自己身上 才稍微醒一醒 但仍然有不少人相信国家在下一盘大旗 那还是在洗脑 还是在洗脑 观点搞文革有难度,于是现在开始大跃退 朋友圈一些设计公司已经开始招节能 建筑设计人才 想多了 为什么 你以为节能减排 就 就那么简单,节能减排是什么 节能减排得花钱 谁掏 政府掏吗,政府肯定掏不起 企业掏吗,企业更掏不起 那谁掏 那只有拉闸限电 中共这个做法 杀敌一千自损一万 倒逼西方市场的倒逼不了 怎么倒逼西方市场 没得倒逼 你只会加快什么 加快订单的转移 订单的转移意味着什么 产业链的转移 我原来这个订单给你 江苏的昆山 昆山的那个厂 你说告诉我限电 没办法做,没办法做怎么办,我订单还在啊,我必须买啊 我就放到越南去,越南那个什么 越南那个叫什么,这个疫情 疫情怎么办,我就放到墨西哥呗 不行就再放远一点呗 贵一点就贵一点 你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当他订单来了以后,这订单来了以后他不断的会往他放 慢慢这个订单多了的话 这意味着这个产业就在这里扎下根了 你以为中国的产业是怎么扎下根 产业跟谁走,产业是跟着订单走 产业不是订单跟着产业走 大家别搞错 产业跟着订单走 订单跟着谁走 订单跟着两样东西走 订单是跟着价格走 但是有的时候订单会要跟着政治走 提问,为什么东北一上来就直接限制居民用电 为什么 因为他的工业更脆弱 或者是东北居民更没有影响力呗 你还能说明什么 对吧 其他地方都是先保民用用电 再保工业用电,都是先拉工业用电 拉到没有办法了再去 工业用电全拉完了全停掉了 再去拉民用电 东北上来就民用电工业用电一起拉 他不是只拉民用电 不是的 他是一起拉 说明什么 说明两点 第一个 他限额很大 他工业用电的比例 不够 他在拉民用电 提问,不太明白为什么全国各地同时限电,按理说 煤炭储量告急也不会各地同时告急吧 那你说一个地方告急 其他地方就不急 怎么可能 煤炭市场是全国统一的 把节目再看一下好吗 提问,中国那么多核电站无法供应当地用电吗 这个我不答你 你自己去查 查一下中国的电力供应 的液态 分布是这样 好吗 我不告诉你答案 情况,孟晚舟回国这波舆论宣传可谓是大翻车 多个平台有大量网友把欢迎孟晚舟的巨大LED灯字样 与各地的限电通知挂在一起,下面评论也是充满了讽刺 所以我经常讲 大家不用担心共产党 这种 洗脑宣传 事实就是事实 谎言就是谎言 纸包不住火这件事情是常态 是常理 没有办法 就是说,谎言是在一个有限的时空范围有效 超出这个时空范围就无效了 最后还是打脸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事实胜于雄变 观点,中美在孟晚舟这件事情上出现了一个非常怪异的诡异的情况 同一场博弈竟然出现两个胜利者 中美都宣称自己的 美国没有宣称自己的胜利者 中国宣称 美国政府没有说,美国政府只是说,司法部只是说 孟晚舟 已经承认了 1234 我们会继续 告华为 美国政府只说了这件事情,没有说它是 胜利者 上一个这样怪异的现象还是中途岛战役 中国拿了赢回孟晚舟的面子 但是华为这艘航母却被打残了 在海外最有实力的尖兵被打掉 一个国家的外交应该务实,不能赢了局部输了 局面 面子 那是面子吗 那不是面子 中国没有面子 中国的面子和礼子互为表里 是一件事情 中国那是什么 中国那是谎言 没有别的,就是谎言 观点,国内高校迎接孟晚舟回国其实是压解回朝 中共通过人质、经济、法律、外交手段解救孟晚舟无效 赶在引渡最后关头签延后起诉 和事实认定 是中共的意思,也是中共怕孟晚舟到 到了美国风险不可控 其原因是孟晚舟知道的太多,另外一方面 也说明中共在一定程度放弃 一定程度上放弃华为 这件事情在 在这种解决方式对美国来说 事实上已经拿到了华为的 犯罪证据 主要目的已经达成 跟之前的认罪没太大区别 而且 解决了邻国加拿大的困扰 华为已经基本上失去了他的 主要的功能,因为你看 华为在国际社 国际社会当中 他应该是,我们不能说他臭名昭著吧 这是广为所知吧 那全世界都听到美国政府说这是 这是坏人,这是坏人 那大家都会想一下美国政府说的是不是真的 不管是不是真的 你想一下,美国政府说他是坏人 你 你怎么着得小心一点吧,所以为什么华为的5G推不出去,原因就在这里 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 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